另外再带你看到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在花莲市关怀已有七年的一对祖孙个案 那么在日前呢祖母是不幸的离世 独自留下了今年就读高三的孙女 那么呢这个协会在得知消息之后 是利用短短三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7万元 除了将用在这个协助丧葬的费用 也会帮助孤苦无一的孙女 成为明年就读大学的教育基金 16号中午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一行人 在理事长张美慧的带领下 迁望了花莲女中拿着一叠厚厚的善款 在老师及教官的协助下 要捐赠给一名今年就读高三的汪姓同学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我们长期都有关怀跟帮助一些弱势清寒家庭 其中有一位阿嬷我们大概关怀她至少六七年的时间 那最近不幸往生 她有一个孙女也是我们花女清寒助学院金 专案的一位同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她也母亲已经在离异之后 都多年没有联络 那父亲最近又进到安宁病房 那阿嬷现在过世 商账费用我们认为应该不应该加注在她的身上 那她有一位叔叔婶生 因为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在会内发起这个券募 那短短三天我们的会员跟顾问非常有爱心 我们就募集有50笔的个人捐款 那再加上我们协会的公益预算 我们总共有17万元的善款 来帮助她 至少在阿嬷的商账费用10万元 我们可以来帮她处理 帮她解决 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笔10万元的善款来到花女 透过学校的主任教官跟导师一起来捐给她 那另外剩余的这个善款 我们要用在她明年要读大学的一个教育基金 先帮她存着 那明年她要考上大学之后的一些生活费 学费的一个先帮她准备好 那希望这段时间她能够安心的准备功课 因为她的成绩也非常优异 那希望她能够顺利的考上第一志愿 那以及迈向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 那有妇女成长关怀协会一路的支持跟陪伴她 那希望她能够加油 汪同学目前是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花女清涵专案的照顾生 每个月都有固定600元的助学金 但为了确保她日后的三餐无余 捐赠仪式中一名理事也表示 每个月将在加码1000元一直到她高中毕业 希望在这段最后从此期 她能专注课业 不受生活压力影响 而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也欢迎更多三姓人士一同加入 凝聚爱心伸出援手来帮助在地落实 记者许立琴 华林市报导